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我们整个舞台上 正在微音直播的音乐故事 好不好 你知道因为 我刚刚走上这个舞台 所以我很想听一下 我们的宣指们 包括我们的现场观众朋友们 一起喊出旁边 这位男神的名字好不好 三 二 一 我今天有种感觉 我站在男神的旁边是吗 没有 你还在谦虚 而且呢今天我们现场 我们朋友们反应非常热烈 今天我们现场有几百位 几百位的观众朋友们 当然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更多 那我们现场共有五百万的观众 现在你可以通过 视频中国互动电视APP 和视频后端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 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感谢CIBN互联网电视 国广星空手机电视 工天团北京市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我的音乐故事写手 明星家庭专属 MPV贵士 为中国音乐力量喝彩 那今天呢 贺轩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跟随张贺轩进入 属于她的音乐故事 好不好 我相信这段音乐故事 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有的 朋友很熟悉的 但是呢 有的我觉得应该再好好地重申一下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贺轩很多的歌迷朋友们 来到现场 那你们最喜欢听她什么歌 跟我讲一讲 都喜欢了 你们这个回答我不知道怎么接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赛轩的网友 他们最想听到张和珊的哪首歌呢 你把我灌碎是20万7191票 那梦里的泪是16万 然后穷浪漫是9万6 我忘了是12万 来继续滚动一下 我看一下风是多少呢 好 那我们先看前四名了 好 风是76986票 所以其实每一首歌 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不单单只是一首歌 更多是一种情节 对不对 差不多吧 我觉得 让我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第一位的 肯定是你把我灌碎了 因为每个人都会唱 然后呢 第二首歌呢 梦里的泪 是我第一张专辑的主导歌 对 后面的 一会儿再说吧 你还得卖个关子 是不是 其实我会觉得说 你把我灌碎 对于很多个人朋友来说 可能是第一次 我们进一步地去了解张和珊 对不对 好像听过这首歌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这个小伙子 他们 他通过他的嗓子 更想带给我们的音乐故事 而且呢 刚才我们既然聊了这些歌曲 我们刚才看了一个音乐剧 其实音乐剧 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看到曾经的自己的感觉 我后来我刚刚我才知道是是演的我是那个猪爵 你才反应过来 我还以为就是 你突然给你演小品的 不是我以为是就搭配这个歌嘛 然后让大家听了很多遍 不是很枯燥的感觉 是吧 把它搭了一个情景剧 我以为就是跟这个 你把我灌碎这个歌的情景 是一样 然后没想到是 跟我有关 对 你看我们那演员 还专门戴给你当年那种眼镜 你看是吧 我演员比我帅多了 是吧 你还挺谦虚呢 不是 但是我说的是事实吗 有没有 你们告诉我 有 你看你的歌迷朋友们多会骗你 一直被他们骗了 是吧 其实但我会觉得说 其实一路走来绝对少不了我们歌迷 包括在我们音频前非常多歌迷的支持 你想最开始何确应该是 只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位声音老师 是 那个时候是因为 我做声音老师的原因 是因为我找不到酒吧唱 没有任何一家酒吧愿意 愿意接受我在那唱歌 其实我也挺倒霉的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长得不讨喜 怀才不议 但是不管怎么样 事情就总会发光了 对不对 非常感谢一二年的这档节目 但是说实话 从一位老师忽然转成 在大家眼中非常红的一颗明星 这种差别在你心中 会有那种很大的波澜吗 到现在我也没认为 我自己是个明星 始终一个平常心 我觉得 有人喜欢听我唱 我就很愿意给他们唱 因为我也很爱唱歌 仅此而已 没错 其实当有人 他通过你的声音 可以得到一些感动的时候 这就不枉自己作为一个歌手了 但当时决定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是怎么样会有那种冲击 就是说我要去比赛了 其实之前我是一直参加比赛的 但是一直都是给淘汰的那一类的 再之后就觉得可能 不可能再因为比赛 我可以站到一个很大的舞台上 给大家唱歌 那个时候其实做老师的时候 我这个心里面已经是不抱有这个 在舞台上唱歌的希望 就把这个梦想有点摒弃了 差不多吧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都加在我学生上 你想让他们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对 那个时候我虽然在培训中心 大家不知道 是不是知道大家那个 大家知不知道培训中心意味着什么 它不是一个学校 它只是一个私人的 一个一个培训的 艺术类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在那教学 教的就感觉我像在大学里教学一样 就是弄的 给学生弄的 有的时候都会哭 就特别严格 你是那种严科老师吗 我这个人吧 就是在事上就是对事的 不对人的 私下里就私下里 他们上课就上课 我问问我的宣纸们 那种他平常对你们是那种 温温柔柔的男生形象 还是很凶 会 又骗我 你看你不实在 我就是觉得 所以就是你是对事不对人 比方说如果学生可能会提一些 很奇怪的问题 老师我就 他提什么问题我都会回答 那只不过如果跟这个 不招编辑的事 我就我就会说 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就但凡跟音乐的问题你都可以解决 我不能说是解决 我可以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我也会去找一些 比如说找我的老师 我也去会很细心地去把这个问题去搞明白 好 那今天这样 我觉得今天我因为相当的朋友们可能没有见过张鹤轩教课的样子 那为师者是全到授业解惑者 所以今天有四位学生他们非常难缠 而且他们跟我讲说一定要见张老师 所以呢你知道我现在有点担心 我就怕这个舞台吧一会我控制不住 张老师在掀个桌 我要是不爽了我就直接下去了 那你不行那我只能跪了 好吧 那这样 这样我们请下我们 请上来我们的四位粉丝朋友们 他们其实呢 即使来当学生讨教的 还有呢就是想跟老师做个亲密接触是吧 也没交报名非啥的 等会把费用补一下好吧 好 那有请我们 你是要什么你 好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四位奇葩学生 有请你 你的人气很高 来来来 来 我们的同学们来稍微往这边一点点 好 来 张老师这边请 我要站在这儿吗 对对对 老师嘛要跟我们学生近距离接触是吧 不要搞得太太太严肃哈 你要活一下气氛 自我介绍一下 来 第一位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我是您的粉丝 浩铭 浩铭 然后我也是东北人 然后 哪的 东北的 东北哪 哪来着 我是哪 我在水阳 我在水阳那个念的书 然后我是黑洞鸯人 哦 第二位 你俩的交流就用东北话交流好吧 我一直都说的东北话 大家觉得是不是东北话 你看看 这普通话太正总了 我是觉得 转不过来你知道吧 来 同学你赶快提你的意见好吧 我平时也是特别喜欢唱歌 但是我不太喜欢自己的声音 我喜欢 因为我声音不够沧桑 喜欢张老师的声音吗 特别性感 性感这个词都出来了 有吗 特别沙哑 特别沧桑的那种感觉 我就想学 就是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唱出那种声音 那我就 这个问我其实本身它就是个难题 就因为你本来声音就性感是吧 不是 太性感了 是因为啊 我一次感冒 然后在深圳教学的时候 一次热伤风很严重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在上课 就哑了之后就没好过 我一直在想自己的声音 是不是因为感冒还没好 对 可能是这么回事 所以不要学我的声音 就是我感冒一次就能 可能就会有了 那是不可能的 我这个很 很奇怪的 就是我自己 我觉得吧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质 你可以提醒他 很好的那一部分的声音 就不要模仿任何人 就有你自己的声音是最好的 那我唱一句 您给我指导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张老师听听 那我唱一句 您以前唱过的一首歌 唱一句是吧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就我听起来你这歌唱的 有点滑仔的意思 是吧 有的滑 你就差参音了 你就对 你就像了 挺好挺好 真的挺好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把这个歌唱的很柔 就是但是人家想要性感 对 我想要性感的那种沙哑声音 你刚刚唱的 我觉得大家都给大家唱酥了 都已经很性感了 如果再性感就过了 你知道吧 张老师 您跟我们观众朋友们 你唱一段性感版的 我唱性感版的 我要从南走到北 滑仔的声音 学生觉得怎么样 学到了吗 学我学的很像 谢谢 模仿的不错 是不是 你要被他转身 你转过去就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